毫毛被殺 馬遭累積的聲望 一筆功效 勢軍惡名 永永跟隨著他 讓他在快兩千年後的今天 亂成賊子 再見大公言 他選擇了滅蜀之路 他的部隊 三大將領 中會 鄧愛 諸葛遜 軍分三里 大概18萬人 中會一路攻城拔戰 漢中立刻就告辭 向劍格方面逼近 江維立刻就往劍格的方向 進行長距離的撤會 很快雙方在劍格 激烈的戰鬥 鄧愛 也不跟中會報告 繞開了劍格 進入到浮城這一帶 直撲成都 消息傳到成都之後 草野驚亥 當時劉產正好把成都裡面的老洛杉兵 交給了諸葛亮的兒子 諸葛詹 萬一部隊 就疑慮 更愛 沒想到諸葛詹表現失常 而蜀軍打敗 歷史上的蜀漢 就到此結束 司馬昭對於滅蜀的不識之功 盛世的晉升 進亡 加九次 直接打開了 兒子司馬岩 稱帝之路